战争是一种心态 在某些情况下 你也许会想要保护自己 或是某些人以免受他人的伤害 但是小心别让他变成所谓 扫除恶魔的任务了 因为你很可能也会变成 你正在抗争的对象 对抗无意识 会将你带入无意识的自我之中 无意识也就是功能失调的小我行为 永远不会因为外来的攻击而消灭 即使你打败了你的对手 无意识还是会转移到你身上 而你的对手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出现 无论你对抗的是什么 你的对抗都会让他更强大 而无论你抗拒的是什么 他都会持续 最近这些日子 我们常会听到反某某战争的表述 然而不论我听到的是什么 我知道他注定都会失败 例如所谓的反毒品 犯罪 恐怖分子 癌症 贫穷等等的战争 举例来说 即使发动了反犯罪和反毒品战争 在过去25年间 罪犯和与毒品相关的违法行为仍然大幅度的增加 1980年 美国监狱的囚犯人数不到30万人 到了2004年 却增加到了令人炸舌的210万人 对抗疾病的战争 为我们带来了包括抗生素在内的一些东西 起先这些药物是极端成功的 好像真的帮助我们战胜了传染病 而现在很多专家都同意 抗生素的普及和滥用 已经投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对抗生素已经产生抗药性的各种病毒 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疾病的卷阻重来 而且会造成大流行 根据美国医药学会月刊报道 医疗是美国社会的第三大致死原因 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顺势疗法和中医是两种另类的疗法 他们并不把疾病视为敌人 因此也不会再制造新的疾病 战争是一种心态 所有从这个心态中染生的行动 要不就是强化了敌人 要不就是即使赢了这场战争 反而创造出另一类新的敌人 和被打败的对手相同 或通常是更邪恶的恶魔 在你的意识状态和外在实相之间 有着一个非常深的互联性 当你被类似战争这种心态掌控时 你的认知能力不仅具有极端的歧视性 而且会被扭曲 换句话说 你只会看见你想要看的 然后以错误的方式阐释 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从这种妄想式的思想体系中 所演新的行动会是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不去想象 只要看看今晚的电视新闻就知道了 仔细地辨识小我的真面目 集体的功能失调 人类心智的病态疯狂 当你能认出小我的真面目时 就不会将它误以为是某个人的身份了 一旦你看出小我的真帽 就不会轻易对它产生反应 也不会认为它是冲着你来的 那就不会再有抱怨责难控诉或是怪罪了 没有人是错的 只是某个人内在的小我在作祟罢了 当你能够明白 人们或多或少都是为心智里的 这个相同的疾病所苦的时候 慈悲心就油然而生了 你就不会再去助长小我 人际关系中的戏剧世界 助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反应 小我是因它而兴旺的